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夜宿一刻晚上之后 在昨天的早上升起了狼烟 这是来自东海岸阿美族的太巴朗之歌 为了抗疫请愿 不要告别东海岸的徒步队伍延续一整夜的歌声 4月20日晚上在凯达哥安大道举行的音乐会 有非常多知名歌手参与 而徒步队在凯达哥安大道留宿一晚之后 岛上在原地就准备升起狼烟 向上天通报 他们要留住东海岸的决心 这个仪式里面有祝福美丽性集团回头是岸 我希望它不要成为是贪婪的一个企业 因为这样的伤害是没有办法回复的 当狼烟鸟鸟鸟升起 这个最后的抗疫活动来到最高潮 来自东海岸的徒步队员 跟各个城市的追随者们 手牵手围成一圈 象征团结在一起 大声唱出所谓东海岸的精神 表示绝不妥协 对人来自台北市正在准备考大学的高中生 也不愿意缺席 大声呼吁政府要倾听年轻人的声音 我想对总统马英九说一句话 就是我要非常沉痛非常遗憾的告诉你一句话 就是当你是一个高中的青年 像我一样的时候 你会觉得社会正义 或是土地正义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每个人都应该有居住的权利 每个人都应该有生活在社会上的权利 不应该被压迫 把这份感情放在你周边 从你自己居住的环境开始做起 然后大家一起来回顾这样子的议题 也许有一天发生在你家的周边 那我们这些人一样会站出来 那个不管是你是什么人 或者是你住在什么样子的场域 健壮的亲年男子们举起 挂马抗议标语的竹筏 坚定的迈开步伐 象征要前进心目中能够接受人民声音的总统府 把来自东海岸的讯息送进去 4月4日台东出发的土部队 历经17天之后来到台北 在总统府前升起了最后的狼烟就告一段落 不过回到东海岸之后 还要跟所有的原住民族继续奋战 记者观众阿鲁 台北市台湾报道 好抗议声不断 因为今年五一劳动节 劳工团体预告将会有两万五千名劳工 也要走上街头大游行 在今天劳工团体就先在总统府前的凯达格兰大道 举行记者会而且放鸽子 象征劳工劳本全都飞了 而今年五一劳动节的游行将从立法院出发 前往行政院抗议 诉求要拼劳工的未来 而且反对较多零少延后岭的年金改革方案 也要求基本工资的算法应该制度化 落实集体协商修劳基法 让资遣费退休金纳入电厂 避免官场工人的不幸再度发生 上个月16号台东太马里多良村大西部落 有一户林姓屋主的住家被大火吞噬 一家12口无家可归 在过去这段时间只能找空地搭帐篷住 有慈善团体前往现场为这户人家盖铁皮屋 从家烧起来后 一个月没有安心住的林家 在台湾宝岛行善一工团的资工们 认真地进行重建 有的搬运材料 有的在屋顶搭铁皮 有的在焊接 现在家快有了 林姓家人感受到社会温暖的一面 这一批20多位来自北部的台湾宝岛行善一工团的志工 他们不分鼻池 不分男女 他们提供技术 真诚的付出 上个月中旬从电视上看到偏远的岩乡 林姓租家发生火警 立即关心住户的状况 得知林家一家12口不仅是低收入户 也是没有固定收入的家庭 同时也看到孩子住在帐篷内 担心孩子的成长 于是将林家纳入紧急协助对象 平常就是低收入户 或者是说有哪些状况 没有工作能力 或者是打零工 还有养几个小孩什么的 就问家里的状况 然后他现在的社会资源是什么 有没有属于 就是说等于是说你的财产 等于是说社会上的资源 我们会给最需要的人 这些资工们先将火烧的楼上 全部打掉换成新的铁架 楼下也重新粉刷 这几天还有木工方面 协助隔间以及床的部分 希望能在一个礼拜的时间 交给屋主 什么人都有教授 医生 护士 还是一般有专职的铁工 木工都有 21号刚好是星期天 80岁的阿妈和阿公 带着孙子们上教堂 表达感谢上天以及志工们的爱心 台湾人的爱心一直存在着 不分族群也没有地域之分 记者可在飞远台东 泰玛里采访报道 在偏远地区看病也不容易 南投信乡公所就跟竹山秀船医院合作 引进了智慧型手机远距照护系统 医院可以透过老人家手上拿的手机 所发出来的卫星定位讯号 及时找到生病的老人家所在的位置 强调这个系统可以及时提供医疗协助 不过远远远远地区的老人却很担心 自己其实不太会操作现在年轻人用的智慧型手机 而院方则表示 未来将开发更友善 甚至可以使用足语的操作系统 秀船医院的工作人员正在示范与教导老人 如何使用远距照护手机的各项功能 透过智慧型手机 以及专用的APP远距照护软体 当老人家有紧急状况的时候 不但可以及时与医院联系 而医院也可以透过手机发出来的讯号 利用卫星定位来找到老人家的所在位置 也可以与119连线协助老人的需要 应该是很方便 像他这样讲说 那个就马上接到那边 这样子 我可以第一时间 借由Google地图 传回去经纬度之后 我可以借由 譬如说他真的 携带手机在身上 如果说你家人想找他 我可以借由他手机发射的讯号 知道他现在在哪边 可以达到失智老人最终的一个方式 然后他如果他本身 携带手机在那边 像早期如果今天带路去玩 你自己自己要紧急状况的时候 你按的上面的一个简单那个 那个按拨号 你不用特别去寄什么的那个电话 你只要按他颜色去拨号 马上就可以第一时间有那个 我们的建管室那边直接跟他连线 南投县新一乡公所为了强化老人照护的功能 特别与竹山秀船医院合作 引进这样的系统 先在望美村以及神木村的老人日拖站办理 也教导老人家如何使用这些功能 不过老人家表示虽然功能不错 但使用智慧型手机操作上恐怕还是有些吃力 若是能增加足语的语音导览应该会更加贴心 对此秀船医院也表示会针对建议进行软体的改善 让老人家在使用上更为方便 像我们听不懂台语跟有时候我们年纪大了 听不懂国语的话就还是用我们足语的比较好 像我们在这里是有周足有不能足这样子 还是要讲我们自己话才会听得懂比较 听得很清楚啦这样子 我们可以开发比如说我们同样的软体 可是试用人比如说我们今天每个部落不一样的语言 版本它就可以去下载 比如说我今天在背参组用背参组的版本 那就可以 那现阶段是手机上APP的直接提供手机 给他们原名使用 如果说到时候可以直接 如果智慧型手机的话 可以在上面直接下载 那APP的功能可以延伸更广 可以扩充到各个部落去使用 除了智慧型手机的追踪定位照护功能之外 竹山秀船医院也为老人热托站 设置了远距视讯医疗照护系统 透过视讯连线来提供老人家 初期医疗照顾的工作 提供老人及时的医师建议 以及健康咨询 必要是还可以协助老人就医的服务 让老人家照顾的工作 更为完善紧密无时差 接着到南投心意采访报道 台中市的原住民妇女会 邀请前立法委员陈秀慧 到台中市座谈 主讲两性平权 随着社会的变迁 许多妇女面对竞争压力 不管在部落还是都市 都因为女性角色的关系 使他们多了家庭的牵绊 即使讲求男女平权的现代 还是有许多人受到过去刻板印象束缚 许多妇女朋友并不了解 自己可以争取的权益 台中市原住民妇女会 就召开座谈会 探讨改善妇女朋友权益的办法 在这样的现实 你怎么去提升她的人权 你怎么去提升原住民妇女的公平 不可能 交易权延伸的是她的经济权 经济权延伸的是她的社会发展的条件 参政也好 公共事务也好 这个是一个连贯性的权力改善的设计 承认立法委员陈修卫说 妇女常常坚入刻板印象 而自己不知道 因此必须朝提升教育水准的方向 左手来突破 台中市原住民妇女会理事长说 目前原住民族人对于法律的认知 仍然趋就于传统观念 以男为尊 因此妇女权益被受侵害的时候 仍有不少人选择习视宁人的态度 都会去你碰到的更多的是一些 不管是法律或是白郎 这边或是原住民不同族群 在这地方 当然我们是希望是 我们原住民更能够 更了解自己的保障 更能够更团结 今天听了之后 我觉得让我们的思考模式 能够更有 更成长 提升 这场会议中虽然参加人数不多 也有男性陪同家人前来参加 台中市原住民族事务委员会 非常支持这个座谈会 认为值得更多人一起来参与 将计划下次扩大办理 并广邀男性一统参加座谈 这样才能真正让两性取得共识 哪里不平等的问题 才能够进一步的有效解决 记者No 台中市参观报导 母亲节就要到了 不过主祭处最新的调查 却发现 台湾有生养子女的职业妇女 其实真的很辛苦 有超过六成 平均一天必须工作超过八个小时以上 创近五年来新高的记录 职业妇女要上班 还要照顾自己的孩子 工作跟家庭 蜡烛两头烧的情况 已经越来越严重 原本是职业妇女的江小姐 每天通勤 家上班时间都超过十个小时以上 而且女儿又常常感冒生病 要带去看诊 简直是工作 家庭蜡烛两头烧 疲于奔命 因此两年前 女儿上小学时 就把工作辞掉 专心在家照顾孩子 就好好照顾小朋友这样子 因为路途比较远 所以可以照顾 可以兼顾小朋友的照顾这样子 煮饭给我吃 拿洗衣服给我穿 台湾有子女的职业妇女 真的很辛苦 根据主机处最新调查发现 五国育儿职业妇女 平均每周工作 40到44个小时这 也就是平均一天工作 超过8小时这 高达6乘4 另外每周工作 45到49小时这 平均一天工作 超过9小时 也有2乘2 创近5年来的新高记录 搓育照顾的部分 会是一个 唯一的一个很大的困扰 今天政府站在一个鼓励妇女 能够提高生育率的一个情况之下 也应该要改善国家的一个性别 平等的一个文化 妇女团体认为 虽然性别工作平等法已经上路 不过职场上还是存在 有部分妇女遭受怀孕歧视 孕婚嫁歧视等状况 因此应消除这种职场性别歧视 此外男人也应该共同家世分担 这样才能让妇女愿意生养小孩 记者赖水旭几峰台湾报道 主计总处今天也公布三月的失业率 虽然跟去年同期持平 但是青年就业的状况 却不理想 主计处公布三月失业率是4.17% 比二月还微幅下降了0.07% 跟去年同月是持平的 不过如果单看20到24岁的年轻人 的失业率却上升了0.78% 高居各年龄层之冠 而大学以上程度的失业率 也上升了0.05% 此外包括工业跟服务业 今年初的年终奖金 更是创下三年来的最低记录 主计处就表示 也受到去年下半年 国内外景气的影响 就业机会提供速度相对比较慢 年终奖金也减少了 而请问您想不想做全世界最棒的工作呢 澳洲旅游局今年就再度以六种 全世界最棒的工作广向世界各国真才 而这些所谓最棒的工作 包括国家公园的巡护员 衍生动物的看护员 或是生活时尚摄影师等等 而到收件截止日为止 总计吸引了来自196个国家 33万人来申请 澳洲旅游局将在未来三个月 选出最后的幸运儿 而且在6月21号会公布决选的结果 为了争取到全世界最棒的工作 应征者务部绞尽脑汁 在规定的30秒钟影片里 尽情的发挥创意展现自己的特色 澳洲旅游局这次推出的六个全世界最棒的工作 分别是玩乐达人 内陆冒险家 国家公园巡护员 野生动物看护员 生活时尚摄影师 以及品尝大师 工作的地点遍布澳洲各地 时间为期六个月 薪水10万澳币 相当于新台币310万元 六个开放应征的工作当中 竞争最激烈的 是新南威尔斯省的玩乐达人 获选的人将可以拿到进出雪梨各大派对 以及庆典的VIP通行证 紧追在后的是 为在南澳的野生动物看护员的工作 直到收件截止日前为止 总继信了来自196个国家 33万人申请 其中4万人成功上传应征的影片 而从应征者的国籍来看 以美国人最多 英国第二 意大利第三 亚洲国家当中南韩人申请的数量也不少 位居第五位 但最较澳洲旅游局吃惊的是 国内居然也有三万人 想要争取这些工作 2009年昆斯兰观光局率先以大宝礁保育员打赏全世界最棒工作的名号之后 世界各国都有类似的活动进行度假打工的宣传 但做的最成功的还是澳洲 因为背后有超过60个澳洲本土以及国际的青年旅游机构 共同赞助这项活动 而这些赞助单位也是互蒙其力 以最大的赞助商之一国际青年旅游来说 近来单是英国市场就成长了17% 网站的流量更是增加了45% 记者王惠文整理报道 春台最容易出现酸雨的地点 就在桃园中壢有六成是酸雨 而且它的酸度相当于蕃茄汁 绕回来 欢迎收看《原地发生》 我是比思尼马少 在这里借我们严厉发声 保护我们的心声 告诉我们的政府 告诉我们的总统 清理马上改革 做一个强而勇敢的劫策 谢谢你们来参与 也谢谢我们今天集结的观众朋友 来参与我们讨论 我们下次再会 老孩子发来 每段令我难忘的旅程 是来自愈 每次触动心灵深处的收获 而我马修连恩 是透过美食 记录原味 增情的旅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到阿美族的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看到阿美族的打赏乐观 我觉得还有趣哦 我也好想住住看石板屋啊 同目的建材应该都特别好 对不对 都是石板屋满下的 有一个特别的名字哦 就叫做海盗迷 哎呀 海盗迷 你对写作有兴趣吗 你对编剧有梦想吗 原市2013寻找编剧人才活动 报名时间为民国102年4月8日至4月22日止 对编剧课程有兴趣的族人朋友有些录取哦 详细内容请至原市网站查询 欢迎回到原市五间新闻 接下来这则新闻要提醒出在北部地区的观众朋友 下雨天要特别留意 因为如果根据环保署委托学者的调查发现去年北部地区下酸雨的频率偏高 而且下在大桃园地区的酸雨是最酸的 环保署委托学者进行为期三年的酸雨调查 第二年的报告就发现全台最容易出现酸雨的地方就在桃园中壢 降雨天数有六成是酸雨 酸度相当于番茄汁的酸度 其次则是新竹 杨明山 宜兰跟台北市区主要集中在北部地区 也提醒观众朋友 您在冬天春天下雨的时候最好还是撑伞 喜欢喝手摇饮料的观众朋友 您也要特别留意 因为如果因为健康考量 您刻意的选择点半糖的饮料 其实摄取的热量可能跟全糖是一样多的 如果根据董事基金会最新的调查发现 超过六成宣称自己是半糖的茶饮 其实还是有七八分糖 甚至还有一成六 半糖跟全糖的甜度是一样的 医师就提出警告 如果长期喝含糖的饮料 不但会增加癌症的风险 儿童也会因此抑制生长激素会长不高 天气越来越热 手摇杯饮料的生意也越来越夯 不少人为了健康因素 都会主动向店家要求减少糖量 半糖感觉上都还是很甜 因为它里面还有加其他人料 那些都是有糖分的 但半糖真的是全糖的一半吗 根据董事基金会调查发现 半糖茶饮的热量还是很高 例如水象茶弄的百香绿茶 即使半糖含糖量也有七十公克 相当于16颗方糖 凤茶的台南老红茶 则是有12颗方糖 而如果是加了养乐多的橘子工坊绿茶 则是含有11颗方糖 全台抽茶232只茶饮品相中 有一成六的半糖茶饮 是和全糖热量一样多 我们只要给小朋友或是大人 有七十五公克的葡萄糖的糖水的话 就可以抑制它的生长数的情形 会高达到两个小时 医师说医学已经证实 含糖饮料会增加代谢症候群癌症风险 也会抑制儿童生长激素长不高 因此建议民众口渴时自备白开水最健康 若真想喝茶饮 也建议尽量选择无糖 比较不会增加身体负担 记者赖鼠 徐启峰台报道 第四届全国业余泰拳锦标赛在台北开打了 而女子组的泰拳冠军最后是由屏东县来意高中一位排完组的选手徐逸玲多德 选手抓紧时机左右攻击力平胜利 第四届全国业余泰拳锦标赛20 21日在台北开打 连续参与三届的屏东来意高中 这一次共有20位的选手参与来势汹汹 而选手们除了平时的练习之外 在比赛前两三个月还要花晚上的时间密集训练 来意高中继第一届与第二届夺得团体总冠军后 第四届也要再拼总冠军 最近两个月都有很密集的训练 然后最后三个礼拜在家晚间的训练这样 那就是为了这一次能够在 前面的轻的量级都把它拿下来的话 我们就有机会拿团体冠军 这次比赛吸引了六国以上的高手打擂台 来意高中则跨社会组参赛 虽然体力上可能不比成人组的选手好 但选手们相信自己靠着信念一一击败对手 其实一开始有人蛮怕的 因为我们现在还是高中嘛 还没有成长发育完成 也蛮怕受伤的 但是相信自己 相信自己能够做得到 这是最重要的 在擂台上每位选手打得火热 来意高中的选手们将克服体力上的负荷 拿出全力奋战 也都有同样的信念 就是要争取冠军奖杯 节目中文巴扎 台北市采访不到 高雄市原住民族社团所主办的马卡道累球大赛在这一次吸引了11支队伍参赛 由高雄市原住民社团自行主办的马卡道慢速累球邀请赛 4月21号在左营区文府国小的球场热闹登场 够吸引11支球队前来参加 透过提倡慢速累球运动来增进原住民球队与族人之间彼此的友谊 不过资源短缺 主办单位向政府喊话 从以前最胜的时候是23队 到现在目前是一队 因为这个辅助有限 希望这个很有意义的活动 能够常态化 能够编列预算 然后一直给这个文化教育社会来主办 以迈进第16届的马卡道慢速累球比赛 吸引了许多族人前来参加 也有球员表示 特别在今年经典赛之后 有球队领队认为 这样的赛事更能够提升运动功气 这次的经典赛的那种影响 其实还蛮大的 所以多多参与这种活动 其实还蛮好的 决赛要从11队当中拼出前四强 每一支队伍都拿出运动精神 拼上全力 主办单位就是希望通过比赛 能够拉近各队彼此之间的友谊 以及切磋球技 更希望在高雄地区的原住民族人 能够有一个健康的休闲运动 接着不定高雄市采访报导 而有宗教团体举办心灵饗宴音乐会 邀请了多位原住民族的艺人 歌手参加 太亚族歌手李轩荣 清亮嗓音唱出动能诗歌 另外还有多位原住民族歌手 一同合唱诗歌 歌声高亢振奋人心 21日游宗教团体在台北市举办了 原来是爱心里饗宴音乐会 邀请了多位原住民族艺人 共享盛举 期盼借由艺人们的影响力 与歌声将宗教信息 分享给更多人 建议师歌团 开始就成立一些邀请了 这些演艺圈的基督独的朋友 之后现在就才有一人之家 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 所得到的这份爱 能够分享这些没有信主的人 也愿意这份爱可以分享给更多的人 让他们也认识耶稣 活动现场众星云集 像是知名艺人北云山猫 还有五等奖第一届歌手 泰鲁歌族的温美慧 策德克族的张秀美 还有年轻一辈的艺人 邹族的高雷亚与安清云 都一同用歌声来分享爱 来到这边我们一起聚会 然后我们一起互相的 互相的关爱 互相的关怀 我们一起分享爱 然后大家都可以得到 非常丰盛的爱 我们能够这样子 同样信仰的朋友们 不管是长辈们 还是我们同一辈的 能够聚集在一起 在舞台上唱歌 然后那感觉真的很棒 而且就是 耶稣真的可以改变一个人的生命 他也改变了我的生命 借着演艺人员的生命 把祝福带给别人 把喜乐带给别人 我想今天所有的演艺人员 我觉得我蛮感动的 因为这是第一次 宗教信仰是大多原住民族的生活一部分 这次宗教团体透过歌声 舞蹈及短剧的方式 让参与的民众用不同的方式 认识接触基督教的信仰 这一段宝藏台北市采访报道 来到花莲 台九县花莲玉里的三名段 经常看见有大批燕子 就在马路上低飞觅食 结果被经过的车辆都撞死了 花莲玉里镇的居民就不断的呼吁 驾驶人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 希望可以放慢速度 但是成效有限 每天都还是看到有大量的燕子 就这样被撞死 最近花莲县政府就特别装设全国第一个 护鸟电子看板 而且派警力测速 希望提醒驾驶人 经过这一个路段的时候 您必须放慢速度 柬埔寨西南部的国公省 拥有东南亚最大的热带雨林 而为了保护当地濒临绝种的野生动物 就有一个宝物团体 在六年前开始在当地推动生态旅游 最大的创意就是让原本是来到 这块雨林任意屠杀动物的盗猎者 现在可以摇身 变成有固定收入的生态导游 不但保护了雨林 也带动了柬埔寨的观光产业 船只马达声划破雨林的几近 柬埔寨西南部拥有东南亚最大的热带雨林 河流穿梭其中 造就了自然原始的明媚风光 也吸引不少外国游客 前来巡邮仿盛 他们喜欢以传统划船方式游和 更乐于跟着导游 深入丛林去了解丰富的林象生态 柬埔寨这处雨林对游客来说 处处是惊喜 可惜的是 过去在当地民众的滥捕下 八广亚洲象 邪罗厄等约60种野生动物 已经濒临绝种 过了延续野生动物的生机 2007年 一个保育团体 在当地成立生态旅游区 辅导专门猎食野生动物的居民 转行当导游 收入有八成归导游所有 其他两成充当旅游区的建设基金 同时严禁滥罚滥捕 就这样 这处雨林得以保持原始风貌 而且来探访的旅客 在欣赏美景开拓眼界之余 也对保育雨林做出贡献 柬埔寨人民则借此多了观光收入 这样的生态游 无疑创造了共赢的局面 记者都会明报道 肯亚在2011年的年中 曾经遭遇半个世纪以来 最严重的旱灾 不过在旱灾结束之后不到两年 最近又出现长达一个月的水灾 专家就指出 也受到圣因跟反圣因现象的影响 极端气候在过去这几年 持续地侵袭着肯亚 还有其他东非国家 除了影响粮食供应之外 更可能还会引起传染病的疫情爆发 在肯亚西南部的La Roche镇 车道上积满了土石流 长达四个多星期的水灾终于结束了 灾区民众忙着善后 家里开店的Margaret Mouni 为了争取尽快重新营业 只好弯下腰赶紧清理挡在店门外的泥土 由于受多极端气候影响 肯亚在四月的雨量超出往年的规模 导致洪水泛滥 受影响的主要是西部地区 据报导 到目前为止 这场水灾已造成41人死亡 事实上早在2012年9月下旬 国际慈善团体乐师惠州提出警告 指2011年中由于反圣阴现象 导致东非发生半个世纪以来 最严重的旱灾 在一年多之后 位于东非的肯亚 可能会受到紧接而来的 声音现象影响 导致异常庞大的暴雨侵袭 水灾扰乱了民众的生活 有人批评 政府并未做好防范以及善后工作 有专家警告 坎雅的卫生部门必须密切注意 在水灾过后 当地有可能会爆发略疾 以及其他传染病疫情 记者出的真编译 立法院在今天审查 民进党版的非核家园草案 不过蓝绿之间陷入名称之争 无法进入实质的条文审查 稍回来 字幕志愿者,洛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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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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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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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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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